能看见吗 看得到我吗 我是沙莉啊 终于见到你了 朝母的坐标有数到吗 战斗结果如何 有没有受伤 一不小心 问了太多问题 不过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一切顺利吧 我就知道 你一定没问题的 现在这副样子 我之前在镇宫 似乎是出了一点状况 等我回顾神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现在的 这副模样了 是 最初跟你相遇时的样子 对吗 那时我们都在星岛 有一起生活的大家 疼爱我的哥哥 还有嘴巴笨笨的 小帮手米娅 其实成为赦免天使后 我不时还是会想 有没有可能 让我回到当初的样子呢 但如今 真的变回来了的时候 我才知道 回到过去 已经是不可能了 哎呀哎呀 感觉话题突然沉重了 本来是想马上跟你分享 我的重大发现的 执行者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来这里看看吗 说实话 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时间快到了 我这里 这里似乎不太好找 但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发现了一场神秘会面 哇哼 以外收获 第一个环节自然是介绍 4.0版本的世界观设定 既然说到这个 不如由嘎嘎先来 简单的介绍一下 格索托斯吧 可以呀 那格索托斯 其实确实是比较拗口 不过大家其实也听过很多次 就是那个位于海峡的 总部的超级计算机 大铁块头 它可以实现对幻塔 原能反应队的 跨时空通信授权 以及管理幻塔 所以就是海峡的 很重要的东西 9.1的剧情里 我们就是借助格索托斯 来改造后轨 去抵御惠民的 原来如此 看来光是版本的名字 就透露出了关键信息 对了 今天的直播 不只会有新时空的丰富情报 大家期待已久的新人物 应该也都会亮相吧 是的 解开大灾面 谜团的关键人物们 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 这一次的拟态情报 也会一口气介绍两位 方便大家 给自己的方形排排期 至于新地图 这个展示当然也是不能少了 提前预告一下 格索托斯时空 真的是未来感十足 大世界的玩法 也是非常的有沉浸感 看得出来 塔塔回归 清科幻的决心了 各位科幻迷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关于大家关注的 版本福利和活动介绍 我也准备了一手资料 还包括塔塔的 未来开发计划 一定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让大家失望 是的 非常的期待 大家也千万不要走开 观看直播的同时 也可以积极的发送弹幕 和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 也不定时会有 惊喜的福利奖励掉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环节 我们先来聊一聊 正式开播前 莎莉的那番话 是单纯的回忆杀吗 还是说她已经在 陌生的格索托斯时空 等待着大家了呢 我感觉这里还是 需要请卖一个关子 莎莉的情况 随着4.0版本主线的推荐 大家就能够自己找到答案了 在体验剧情的时候 也不妨细细品味一下 而且这一次 我们还对剧情任务 做了一个设计 优化了对于部分概念的注解 那玩家只要通过 游玩4.0剧情 她其实就能够对幻塔的世界观 有很多的了解了 那也就是说 更方便我们新人入坑了 和我一样 欣喜沙利的各位执行者们 怎么还能坐得住 这新时空究竟是平行世界 虚拟世界 还是回溯时空 大家都可以在弹幕 发送自己的猜想啊 好 那接下来我先来抛砖引玉吧 我来投回溯时空一票 记得克拉瑞尔博士 曾经也是启动过装置来着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呢 要找到档案还得从我们之前发的PV说起了 大家应该其实都注意到了 当初PV有一个新世界和诺恩联邦的那个字眼 那诺恩联邦就是曾经统治整个爱达星的洲际联合政府了 在一些内容中 我们也会将其称为旧联邦 在那个诺恩联邦统治下的新世界 并不是平行时空 也不是回溯时空 它是一个依靠格索托斯网络的超级算力 演算出来的一个虚拟世界 我们的轮值授权者帕洛蒂 是称呼它为叫格网世界 不过因为这个格网完美复刻了历史中的爱达 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将它们理解为 就是我们到时候就是回到几十年前的一个过去 去回到大灾变前的那个爱达世界 嗯明白了 我记得塔塔的IP世界观短片动画里呢 就展示过曾经的这个爱达星 感觉是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的世界 嗯对的 那时候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幻世界嘛 他们执行了冷静计划 成功修建了幻塔 所以有了原能这种奇特能源 因此爆发了科技革命 整个爱达世界 眼下正处于新旧产业交替的时候 嗯没错 执行者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到 选项中的未来科技 啊懂了 看来亚夏州已经提前过上了智慧生活啊 不过两位研发大大 据我所知 执行者们都心系杀力呢 一定能在这里也找到它吧 就像帕罗蒂所说 现在格网异常是因为系统底层出现了很多计算机病毒 而眼下我们需要通过诺恩联邦这个入口才能前往系统底层 看看里面的计算机病毒到底是个什么个算 嗯可以给大家透露的是 沙利昏迷和格网异常有很大关系 只要我们能清除格网的病毒 就有可能让沙利醒过来了 哦原来我们是要去杀毒啊 那更加得伪装成原住民才行吧 来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儿的阵营势力吧 我们也好提前做做功课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那其实要伪装成原住民我们也不难了 大家在通过哲学门前就会获得授权资格 新的身份能让我们顺利进入格网世界 嗯我补充一下 成为授权者后还会获得一个终端设备 这与4.0版本的探索玩法也密切相关哦 哦那我们以后就得称呼大家为授权者了 这里也mark一下新的终端设备啊 相信之后呼呼也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内容介绍 放心肯定有 我们暂且先说一部分雅夏州的阵营势力 让嘎嘎为大家透个底吧 可以啊那我们就先从政府机构开始介绍呗 治安事务管理局隶属联邦政府 它是维护当地治安的警方机构了 在联邦各区它都有着自己的办公住点 大家记忆中拼命追捕怪盗的女警员 她其实就是处置这里的 除此之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原能科研机构海家德 当然不容忽视的还有传统制造产业公司 极光工业集团 它在传统制造领域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雅夏州还有暗自活跃的民间组织 像是奥丁酒馆这种 表面上似乎只是工人娱乐的休闲场所 但它其实还挺娱乐混杂的 老板巴格斯更是身份神秘 听起来亚夏州还是主要是三方势力在角逐 那再给大家补充一些人物信息吧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酒馆老板 感觉是一个会有很大魅力的大人物呢 对啊 那酒馆老板巴格斯确实是一个神秘人物 他虽然表面一副和蔼可情的样子 不过其实很多人都对他有种莫名的畏惧 我们可以趁着去酒馆的机会多跟他聊聊 没准就有意外收获呢 哦 令人畏惧 各位执行者们记一下 重点接近对象了 那这位老板会是我们的伙伴吗 这么广的人脉 如果能够照着我们 那任务可不就变轻松了吗 但这种神秘人士的立场 一般都比较模糊 而且跟巴格斯打交道主打一个选选 据说奥丁酒馆的每日营业时间 都是看他心情内的呢 好 这样 但这个不定时营业的酒馆 果然是神神秘秘的 大家都可以赶紧去探索一下了 那既然是鱼龙混甲的奥丁酒馆 有这么一位高人坐镇 那我猜当地的政府组织 更不是吃醋的吧 那肯定啊 他们有位大将军 就是我们的维尔斯库卓局长 他过去为了打击亚夏州犯罪 立下喊马功劳 他那些光辉事迹 很多提起来自行都是 亚人闻风尚胆 所以他也是很多年轻警员的榜样 哦 是局长啊 那凭我的塔塔经验 他一定不像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啊 那我们刚刚也是有提到年轻警员嘛 是不是也包括我们的洛斯林小姐呢 确实 确实 哦 这我可懂不及了 快把新理台洛斯林的资料赶紧端端上来吧 这对大家真的很重要 嗯 好的 好的 洛斯林是位富有责任感的新晋联邦特别警员 他努力追捕怪盗的深思 想必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今天要透露一个他的小秘密 请一定记住他的警号 是No.A S020640S 这对他很重要 诶 等等等等 这是什么挑战任务吗 什么S0还是什么 诶 多少来着 看看这应该难不倒你吧 这其实对我也挺难的 警号我想想啊 No.A S020640S好吧 确实对他有非凡的意义啊 就是继承自他的父亲的 洛斯林就好像是天生的正义小天使 会热情地帮助每一位向他求助的市民 更是会为朋友舍身除地地着想 哪怕被人吐槽是话老 他其实也是毫不在意的 嗯 洛斯林小姐姐的性格 一听起来就感觉很适合成为警员啊 嗯 但也有比较冲动不够成熟的时候了 比如一涉及少年时候的自由 他其实就会变得挺固执的 哦 我感觉研发大大可太懂大家了 谁不爱看美少女贴贴呢 哎 那我们这位挚友会出现在剧情里面吗 那大概要追溯到洛斯林的学生时代了 不过得允许我先卖个关子 更多关于他们之前的故事 会在他的拟泰PV中揭开 好吧好吧 只能再多等几天了 那今晚咱们就先解禁洛斯林的历会 来给大家解解馋吧 嗯 没问题 这就为大家奉上联邦特别景院的工作日常 历会设计上 我们尝试展露洛斯林沉稳安静的一面 比如他研究怪盗资料的时候 一般专注思考 一边把玩手铐 不知又会悄悄靠住多少人的心呢 随处可见的猫猫元素 透露出他是忠实的喵喵教徒 洛斯林曾经从爷爷的旧船静兰号上 拆下一个巨大船帽 改成自己的武器并取名静兰 想必承载着不少他对爷爷的思念 虽然刚刚是一晃而过 但是我有注意到 咱们的桌子上摆着一张神秘合照 观察的还挺仔细的 那是 我们确实还是埋了很多信息 在这张合照里面 幼年的洛斯林身边的这位景员 到底是谁啊 那可能就要大家自己去推理 我觉得这根本难不到 我们的塔学家们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猜测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看有没有人猜对 那我们也接着 说回洛斯林的武器进来吧 这是一把冰雷属性的武器 考虑到船矛的特殊性 战斗设计上会增加更多的交互动作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关键词get 就不能提前让我们看看 洛斯林和船矛的这个交互动作 别急别急 今天我们是有备而来的 我们先看普攻 我们希望近来是一把 注重实战机动性的中镜武器 所以尝试让洛斯林抛出船矛 产生不同的打击角度 借助加速度提升矛爪的攻击伤害 而技能设计上 则是进一步利用矛链 使矛链另一端的短刃成为第二个输出点 迅猛的短刃与巨大的矛 交替飞舞 动作华丽流畅 伴随洛斯林的优雅翻腾 打出连锁爆发伤害 这个传维武器看起来就是很凶的样子 已经在期待它的实际手感了 对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大宝贝 嘎嘎是不是也为大家带来了 洛斯林的高定情报呢 你不提我其实也会记得 毕竟这次高定 我们其实内部都很满意 这就给大家看看吧 洛斯林高定出勤时刻 每当他需要隐藏自己身份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都会首选这套实装 但是考虑到随时会冲锋实施抓捕计划 我们仍旧采用了简约设计 以及更贴身的布料材质 简约轻薄知性优雅 我宣布 纯玉美神原地降临啊 真的太喜欢蕾丝和花形元素了 让我觉得洛斯林虽然是冲在一线保护大家的女警 但是私底下也是有柔软可爱的这样一面 嗯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希望这套特殊的工作服能够收获青睐吧 嗯 我们对洛斯林的了解呢 也是比较全面了 那接下来就该说说另一位女太 比如我今天COS的怪盗妹妹吧 大家觉得我们今天的COS怎么样呢 之前在我拿到的这个资料里显示啊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是吗 对的 毕竟是怪盗嘛 在道上行走主要靠代号 其实S是代号 本名叫安可 哦 安可 这个听着好像有点演唱会的氛围啊 平日里她是一位活泼的少女吗 嗯 是的 安可是个整天笑嘻嘻的性格 像小麻雀一样四处笨打 喜欢小零食 喜欢有想象力的新奇东西 目前是靠四处打工维持生计 那她是怎么走上怪盗这条路的呢 可别误会啊 虽然赚钱是一方面 但是她还是有原则的 是真的想通过这个身份来维护公平正义 她甚至还拉拢了两个小伙伴一起组成了赫赫有名的星期三组织 哇 谁能不喜欢这样活泼又执行力超强的少女呢 哎 来自她的邀约应该很难拒绝吧 那安可的例会又会是怎么样的风格呢 毕竟还是有怪盗的一面嘛 嗯 在大厦表面也能如履平地啊 那逃避万千追捕一是小菜一碟 那这就是我们顶级怪盗S的超觉实力了 她脚尖的身姿就如同暗夜猫女一样 看到她手中挥舞的球棒了吗 少女给她起名叫跳跳堂